緬甸這次又政變 他的這個軍隊其實向來 有一個政變的傳統 也因此過去來軍政府 政變都政變到變傳統 對對 就像菲律賓一樣 非軍也常常政變 泰國也是一樣 就東南亞國家 其實軍人干政 是一個延期已久的歷史 槍桿子出政權嘛 對 那近期我覺得很有意思 就有人把國軍和緬軍拿來對比說 國軍跟緬軍拿來這個交戰的話 可能國軍會被打落花流水 我覺得這比得有點莫名其妙 很莫名其妙 就像你說胡人隊和陽雞隊誰厲害 一個打籃球 一個打棒球 怎麼能把它弄在一起 但我必須說緬甸 它屬於一個典型的內陸 就是一個叢林 山區 還有面向陸地的一個國家 雖然它有海洋 但是海軍很弱 緬甸整個軍隊 他們主要敵人是來自於陸地 對 陸地包括外邦 還有更重要就是內戰 從1940年末期以來 其實緬隊一直在持續的內戰中 也因此它的軍隊不需要高科技的裝備 它強調應對向陸上的作戰 特別是山區叢林這種特種作戰 也因此我們看緬軍的整個部隊的組成 它是以陸軍為主 四十幾萬裡面 它的海軍只有一萬多人 空軍不到一萬人 就可以知道它是以傳統陸地作戰為主 而且我們看緬甸的地圖我們打開 它包括北部的所謂的這個 善邦或者克勤邦等等 那都屬於這個少數民族盤聚的地區 季文哥 我印象當中緬甸軍很兇 對 很兇 但它少數民族更兇 它大大小小這個武裝團體 有時候是兩回事 你知道嗎 現代化的戰爭 你說我們常講俄羅斯是戰鬥民族 戰鬥民族它是愛戰鬥 不是會戰鬥 那是兩碼子式 但是因為環境的關係 鍛鍊了緬軍 雖然它科技裝備不是很好 但它強悍 而且懂得叢林戰 山地戰 我們從近期 這個緬軍一些軍訓 我們就可以發現 它的特種部隊訓練還有模有樣 雖然在裝備上跟西方 或者一些主要強國有差距 但是它的特種作戰 包括這個搏擊 還有射擊技巧 體力 耐力 攀爬 破門等等 一些戰績 我們從這張圖裡面都可以看到 其實它都有 也因此它是長期內戰 所蓄積的各種技能和經驗 這個部分它的作戰能力還是蠻強 但是近期有一個特別的現象 就是同兵 同軍這個問題 引發很多爭議 也就是緬軍和反對派 都大量利用兒童來作戰 事實上這樣同兵的問題 過去是第三世界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沒錯 我們看很多好萊塢電影 比如《雪鑽石》 《雪鑽石》 他講到非洲內戰同兵的問題 包括軍火之王 這個緬甸內戰 其實大量運用同兵 像我個人的生活經驗 我以前是居住在桃園一個眷村裡面 我的很多同伴 小時候同伴 殲緬地區來的 我當時的經驗就是 有些小朋友莫名其妙出來 然後莫名其妙又不見 那在小時候我兒時的記裡面 他們說他們整天以刀槍為武 有的人還要射擊訓練等等 那後來我長大以後才想想 他們可能就是我們現在所說同兵 那時候大概小學這樣的年紀而已 可是他們已經來到臺灣了 對 他們就是那種疊緬 疊緬地區的可能一些國軍的後代 你說他們軍政府這樣叛變是家常便飯 所以他們人民是覺得就這樣子嗎 我認為 態度如何 我認為這個緬甸的社會 長期來經濟不振 而且整個國家 這個離現代化還有一段距離 也因此誰能給他溫飽 一個安逸的生活 其實他就支持誰 所謂的民主 其實這十年來慢慢才藉著翁山租姬 還有民選等等 開始落實在緬甸這個整個社會 但長期來這個軍人干政這個問題 我覺得還是和緬甸的發展 我認為還是脫離不了關係的 好 我們說緬甸跟中國關係特別好 為什麼呢 因為緬甸有非常非常多的資源 是中國想要的 其中還包括了他們有很大量的緬甸三寶 他們的翡翠非常值錢 其實翡翠我們說古代的玉嘛 就是玉器嘛 那其實早在新時代 兩組文化的時候就有玉器 那我們在讀這個史記裡面 鴻門宴不是有講嗎 范針舉起了玉絕嘛 因為每一個玉的形狀不一樣 他都有專屬的名詞 玉絕舉起來為什麼 就舉給像要絕 要處絕劉邦嘛 那很多古人他們尤其是蘇生 他們會在腰間夾一個玉佩 掉一個玉佩的 為什麼要掉那個玉佩 因為如果你走路很急 你的姿勢 他們說不好看 所謂的這個儀態不好 那玉就會撞來撞去 會輕輕輕輕輕 不是為了炫復用的 沒有沒有 古代只要是蘇生 幾乎都是很有錢 你千萬不要被那個 倩女幽恆給騙了 古代蘇生其實都是有錢 沒有錢要撤車 OK 那我們說他們在走路 如果走得太快 那個玉就會輕輕輕 他在提醒你什麼 你的儀態不好 所以緬甸貧富差距很大 很多人說金屋銀屋 比不上翡翠屋 裡面有用翡翠蓋的房子 但翡翠不是綠色嗎 這裡面會不會覺得 有點陰色呢 真的我們說黃金有價 玉無價 其實在緬甸當中 無論你是有價的 還是無價的 他通通給你打包起來 發現一件事情 最近在臉書上面的時候 就會發現 緬甸的富豪這樣子 PO文打卡 說他們裡面的這個屋子裡 舉凡像是任何的家具 等等的桌子 他上面會有鍍金 結果你會發現說 上面有很多的家具有鍍金 那這位有錢的朋友 心裡非常的善良 那他也不斷PO出來的時候 就來開始在那邊導生視聽 說其實這個不是我的 是我的朋友的 那你會不會懷疑 感覺好像裝窮不漏腹 普丁也這樣講 對普丁也是這樣講 他自己的朋友也出來這樣講 那除此之外 我們再看到黃金的部分 我們要來看翡翠的豪宅 是什麼 翡翠的豪宅當中 其實我們來看到說 緬甸當中 什麼最流行 賭食嘛 一刀窮 一刀富 一刀劈麻布 那你會發現翡翠的豪宅 是什麼 他們的階梯 竟然都是用翡翠做成的 所以你可見一件事情 在中東事件 石油感覺就跟水一樣 在緬甸當中 翡翠好像隨處可得 那主要的原因是來自於 一個翡翠的原石 這樣子切下來的時候 主要我們會做 這一個部分 最好的部分 是要做玉琢的 其次呢 可能是要做蛋面的這個戒指 再來呢 可能是做花劍要雕刻 因為上面有點瑕疵 那這個的磚頭上面來講的時候 其實是來自於說 他們的翡翠毛料 房子用的牆壁的 這一個部分 是來自於說 他們可能這個質地 不是很好的 無論你是在種水色上面來講的時候 他們就會拿來作為磚頭 那其次呢 我們要來看下一張 在緬甸當中 真的是毫無人性 因為用黃金劍塔 翡翠鋪路 什麼意思呢 是指說各位觀眾朋友可以看到 這個仰光大金台 貼滿了金箔 這些金箔 總重大約7公噸 7公噸是什麼概念 現在的黃金價格 一公斤是165萬 意思是指說 這個七公噸光金箔貼上去就要花 一百一十五億台幣 一百一十五億台幣 那可能就是一個國家的GDP的一趴或兩趴左右 就來做一個大金塔 在HOM裡面啊都有那個首位啊 因為防止大家會拿那個 對完全拋起來 因為真的太想挖他們牆角了 拋一點回家賺分了 對 所以而且重點是這個大金塔不只有黃金喔 他還有76克拉的著名鑽石 這個76克拉的著名鑽石啊 在加世德的拍賣行有曾經拍賣過 當初啊他的買家或是他的賣家拍賣行的估價差不多是四億台幣左右 所以意思是指說光是這個大金塔裡面就價值連城 除此之外我們剛才有些想到說翡翠的原石用來作為磚頭的鋪路啊 那這些都是磚頭料 可是呢 畢竟他還是天然的翡翠 他不算說可能A或B或C或A或就是純天然的 但是BC貨的部分來講可能會有注水可能會有染色等等的 那第二個部分來講的時候跟大家來科普一下 就是磚頭料呢 就是水色都比較劣等的翡翠原石劣痕多有雜色 石線種等等的 所以我們知道啊 其實呢我們在做翡翠的切割上面來講的時候 一定會有橙色比較好的 他就有點像是鑽石一樣 一個圓框的鑽石當中 一定會有一些在4C的切工或是進度色澤上面來講的時候是比較好的 所以呢 成色好的能夠做大這件事情是非常的稀少 那我們其次就要來看 翡翠的賭石坑當中其實是成就了非常龐大的一個經濟體 他成就了億萬的面對的翡翠市場 最近我們知道其實翡翠啊 在近幾年可能是因為中國的富豪多了的關係 因為大部分在西方世界的珠寶是以這個鑽石啊 或是這個紅寶藍寶為主 但是在東方的社會當中呢 翡翠跟玉其實是 人們在去追捧的這樣的一個投資的標的 就發現翡翠的價格上漲了數百倍左右 所以你會發現 中國僅翡翠的毛料加工從業人員就有100多萬人 就是在中緬邊際當中 造成了這樣的一個非常龐大的就業機會跟經濟體 那其次呢 我們要來看一件事情 如果說玩賭石一定必須得要知道產地 跟他們翡翠的特徵跟特色 就來自於說如果不是產地跟十大民坑 就不要輕易的去玩賭石 因為極有可能會被坑啊 今天就到這裡 自然之間